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快銷蠟刀 那它主要分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像球狀的 那還有我們的平面滾輪式的 那這兩種用途都不太相同 像這種球狀可能針對一些小縫小洞 或者是說內側比較小範圍的地方 你要去把蠟修薄的時候再去使用 那這種滾輪式的 它就比較針對於一個平面上大範圍的一個車銷 甚至說像我們的戒指的內圍 如果你要把它削薄或扣大 你都可以去使用它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這邊有一個戒指 如果我外側已經歪七扭包 我要把它修平 當然你也可以用搓刀去做這件事情 但戳刀往往都會比較費心 而且戳刀大部分用在於 就是說你差一點點的時候去使用 但如果你是要把它削得很薄 就是厚度差距很大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用這種 德國式的這種快銷刀 什麼說的你們看齁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它除了是一次面 接觸的面大之外 那它也會比較穩定 可以讓你的車修的面 達到平均的一個 研磨的動作 你看很快就達到平的狀態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德國快銷石拉刀 很不敬人 我們幫助我們